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师王武平的这套作品是现代与中式的结合 没有过多的强调装饰形态 没有明显的中式符号 却有着精致的中式余韵 通过形 材 色 把空间塑造出一种一气呵成的气势 用点 线 面传达出空间的意境之美 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我之前也是纠结了蛮久 因为经常给别人做住宅设计 有很多种风格 我们都可以做得很到远 至于自己的家怎么去做 最后我认为还是做最经典的东西 最永恒的东西 什么是永恒 就是最简单的表达方式 最耐看的表现效果 对于家的设计 对于家的这种理解 我更多的是期望家是能带给我是一种安静的舒适的 更多的不是一种是视觉上的一种盛宴 或者视觉上的一种装置效果 因为我正常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更多表现的是空间的气质 或者是空间的一种意境 它不强弹于某一个点一个造型 这样做出来的房子 就是说我愿意在这里待 没有视觉上的审美皮毛 或许就是我像表达一种 十年二十年以后 也是愿意 这个房子是越想看的一种空间 或者是一个家 一个好的设计 进去这个空间的说不出哪儿好 哪儿都很好的感觉 我觉得这次才是设计的最难点 也是对设计师提出更高的要求的一种设计理念和手法 整个这个家的住宅的软庄 我也是花了一点心思 做到简中有味道 简中有细节 比如说我们整个客厅餐厅的这种 两个吊灯 也是用中式的这种 现代中式的元素 去表达这种竹台灯 然后呢 餐厅那幅画呢 也是我们是用树叶子 真的树叶子去拼成一个圆形 它是很有质感的 显得这个房子有点 我认为是有一点精致的感觉 就是那种精涩 电视背景墙的设计 非常的硬朗简洁 稳重 有气势 因为电视墙比较小 和餐厅那边墙呢 它比较碎 比如说有厨房的门啦 过道的一个洞 在客厅这个墙 右边还有一个柱子 所以整个面墙呢 它是整个是很年碎的 所以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呢 是用一种材质去表现 整个让电视墙有延伸的感觉 它是从客厅延伸到 进门口的位置 整个一边是电视墙的感觉 一种材质 而且我用这种材质是用了 一种吃装房 大年式的一种质感的东西 其实它很简约 但它有它的纹理 这种纹理更强调的是一种 耐看的一种灰色带点米色 这种这种韵味在里面 而且我像过到这个边 加了一种细细的线条去收边 第一个考虑了 从工艺角度去收口解决了 第二它从设计的角度 跟我添花那个黑线 能呼应形成一种关系 它其实是现代的一个手法 当然表现的是一种忠实的用味 在细节的处理上 设计师也花了很多心思 比如厨房的这个门 当时日落在设计过程当中 也是花了心思 也是难处理的 最后用最简的方式去处理 用一种材料去延伸过去 厨房没有去做门套 用设计砖转过去 给人感觉就像了一个 一个平分的概念 我的门相当于 也是一个没有去做过多的线条 一个挥波去表现厨房的门 所以整个给人感觉 客厅餐厅是融为一体的 一个大电车墙 大客厅的表现视觉的一顿 装置面的效果 这种装置面很简约 我要的时候 它的文理的质感 和它的这种岁月留下的这种 时间越久 我越喜欢看的东西 卧室的设计非常简单 个性化的梳妆台很实用 它同样的天花的那种线条 也是跟客厅是互运的 其实也是个平点 这个平点就是周边 沿着边出来 会走一条黑黑的这种 细潮线条 这种就是体现一种精致 和中式的这种用味 每天的灭可以 下面使这个则 全部都留下来 尽管